体育消息方面,北京时间的6月2号凌晨,本赛季欧冠联赛决赛在英国伦敦温布利球场展开角逐 歇甲豪门皇家马德里队凭借着下半场卡瓦哈尔和维尼修斯的进球 以2比0击败了德国球队多特蒙德,时隔两年再度夺冠,也是队史第15次捧起欧冠冠军奖杯 有些意外的是,决赛上半场实力不占优势的多特反乘优势一方 而胡梅尔斯后场妙传,阿德·耶米德球后形成单刀,可惜没能把握住机会 菲尔克鲁格射门击中了门框,多特再次错失良机 皇马挺住猛攻,两队比数挂临僵持 到了下半场异地再战,皇马改变战术,主动放弃控球权 创造了威胁多数次数加大 而第74分钟,克罗斯开出脚球 卡瓦哈尔抢占投球破门,帮助皇马1比0先下一场 第83分钟,马特森后场传球失误送礼 贝林厄姆助攻维尼修斯破门,皇马2比0多特 随后不久,菲尔克鲁格一度破门,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无效 最终还是皇马队,史上首次单赛级欧冠 不败夺冠